牙齿真的很重要!这些明星还没矫正牙齿前,真的样衰到极点?网民,完全不忍直视啊! 微笑是杀死人的甜蜜武器,所以笑起来牙齿好不好看绝对很影响一个人的整体颜值。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,周围整牙的人是很多的,而且大家都不觉得整牙属于整容。 毕竟一口漂亮的牙齿真的很重要啊,决定了你敢不敢在人前说话微笑的。 所以,不管是常人还是明星,都希望有一口整齐漂亮的牙齿。 而且他们也不忌讳在人前说自己整牙了。 很多明星被质疑整容时,他们都会说自己是整过牙,所以样貌才会发生那么大的改变。 那么,瓜姐今天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些没正牙之前,牙齿很难看的明星。 你就会觉得他们是有必要去矫正牙齿的,不过有些大咖牙齿不好看,也并不会去矫正呢。 1. 连心如。 连心如五官都长得很不错,可就是牙齿不好看,不过她的牙齿不算是最丑的了。 她的门牙很大,在没整牙之前,还不整齐。 不过幸好及时矫正过来了,不然我们就看不到那个紫薇了。 像连心如这样的牙齿,很多人都会选择去整,改观还是蛮大的。 不过有的人也觉得牙齿这样问题也不大,看起来好像还蛮可爱的。 2. 杨颖。 她的其他整容质疑就不说了,但她唯一承认的就是矫正过牙齿。 来看一下她没整牙之前,牙齿包牙不说,还有点稀疏。 看起来还比较黄。 我感觉很多外国人都这样,牙齿不整齐还稀疏,看起来很不雅观。 所以她矫正牙齿后,现在牙齿漂亮很多,连脸型都有发生变化。 不得不说整得好啊。 3. 孙杨。 孙杨是体育明星,外表帅气,高大有力量,但是牙齿不够好看。 在没矫正牙齿之前,孙杨的牙齿真是可以用不堪入目来形容。 不仅不整齐,还很大颗往内翻。 她应该算是名人里面牙齿很不好看的一个了。 不过现在矫正后,是不是有一种阳光男孩的感觉了? 颜值发生了跳跃啊。 不过上面那些牙齿不好看的人,后来都矫正变好看了,也有一些明星觉得牙齿难看无所谓,就一直没矫正。 4. 蔡康永。 蔡康永牙齿也很不好看,不过她并没有去矫正哦。 不过我也很少看到她笑起来的牙齿,感觉很奇怪,笑起来也很难看到牙齿,难怪蔡康永也不那么在乎了。 虽然蔡康永牙齿不好看,但是人家经常出口成章,很厉害啊。 她的好朋友小S也矫正过牙齿,不过我觉得小S以前牙齿也没多难看,就是门牙有点缝而已,说话可能会漏风。 5. 冯小刚。 冯小刚是导演,她也演了不少电影的。 不过,她的牙齿也很不好看,不仅不整齐,还很小颗,而且黄黄的,一笑起来牙齿还露出来,感觉好像是老烟枪一样。 不过她也是很有才华的人,估计是觉得外表没那么重要吧,所以也没有去矫正过牙齿。 你还知道哪些明星牙齿不好看的? 不过,她也有点误会。 不过,她也有点误会。 不过,她也有点误会。